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一月二十九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三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 通过其官方账号所发布的新春祝福视频 值得关注的是钟南山在视频中谈到了疫情的未来 他表示农历牛年即将过去 这一年我们经历了德尔塔毒株以及最近的奥密克戎毒株的考验 还要继续强化疫苗接种和公共卫生防控策略病重 他表示伴随着这一些措施的推进 我们终将在合适的时间内度过疫情大流行期 逐步迈进社会生活的正常化 在明年关注到的是加拿大风靡的消息 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家人已经离开在沃泰华的寓所 前往了一个秘密地点 原因是安全问题 在周六有成千上万的人乘坐卡车车队涌入加拿大首府抗疫疫苗授权 特鲁多先生表示 正在前往沃泰华的少数边缘人 他们所表达的不可接受的观点 并不代表全加拿大人的观点 大部分加拿大人知道遵循科学 并站出来保护彼此 继续确保我们这个国家的自由权利和价值观是最佳途径 根据来自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报道 随着周六抗疫活动的开始 议会保护局估计周末可能有多达一万人参加有关抗疫 沃泰华警局已收到来自多伦多伦敦约克和达勒姆地区的增援 再加上安大略本身的警察 有一些活动的组织者已经呼吁支持者避免暴力 他们表示运动是和平的抗疫不容忍暴力行为 但是警方已表达对运动中的一些暴力言论的担忧 甚至在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一些与车队抗疫者关系不明的人 呼吁沃泰华的示威活动演变成美国一月六日国会大厦叛乱暴动 而在周五沃泰华警察局局长表示 有毒狼分子将利用这样的活动造破坏 总理办公室则表示出于安全考虑 不会对特鲁多的位置发表评论 加拿大议会军事长警告表示 示威者可能会出现在官员家中 这一点特鲁多本人很清楚 二零二零年时曾经出现携带枪支的加拿大武装部队成员 将其车辆撞向特鲁多夫妇所居住的里多汀大门 而特鲁多谴责现在的反疫苗规定活动 认为违背了公共卫生和加拿大的价值观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哈萨克斯坦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说 鉴于地理位置以及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功 必须要与中国坚持合作 托卡耶夫在电视采访中讲述了一月发生的国内动乱的原因和后果 他提到中国说至于中国这是上天赐予我们最近的邻国 我们没有办法换邻居 另外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成功 我们应该与中国坚持合作 我们的农产品制造商对于中国市场抱有很大期望 根据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数据 二零二一年前十一个月 中哈两国贸易额达到一百七十亿美元 哈萨克斯坦总统表示应该研究中国学习汉语 并不是说我们要举手投降 而是要坚持合作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里约方面的消息 近日里约有一位中国公民在晚间下班回家途中被绑架 并被迫转走银行账户钱财 根据来自使馆通报 自从疫情发生以来巴西社会不稳定因素出现了增加 而社中国公民的治安事件发生频率有所上升 中国驻里约总领馆发布通知提醒邻里各地 公民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不能前往安全风险高的地方 同时还说中国公民应该避免夜间单独出行 外出应该注意低调谨慎 不要随身携带大量财物 而如果遇到紧急情况 在摆脱危险后第一时间就要去报警 再要为您关注的是中国时政有关消息 根据星岛日报引述消息来源透露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陈小江 将接替现年六十六岁的张一炯 升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 主持统战部日常工作 预料将介入港澳事务 报道指出陈小江此前长期在水利寄紧系统工作 一年前出掌国家民委开始参与统战事务 在一月二十四日中央政治局特别召开会议 其中提到研究其他事项 消息来源向星岛日报透露会议正式决定由陈小江升任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 而在刚刚过去的一天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党外人士迎新春活动举行 央视新闻联播画面则显示张一炯没有出席活动 陈小江和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乔办主任攀岳并肩而坐 座位还在攀岳之上 陈小江现年五十九岁是浙江人 长期在水利系统工作 二零一五年的时候调任中央纪委做宣传部部长 成为副部级官员 而后一年空降辽宁担任省纪委书记 处理当时的辽宁会选案 二零一几年又出任中央纪委副书记 监察部副部长成为政部级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 二零二零年下半年内蒙古推进国家统编教材引发抗议 陈小江在年底接替巴特尔担任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为主任 成为了六十六年来首位汉族民为主任 引发外界关注 一年后陈小江升任统战部常务副部长 再为您关注的是美国方面的消息 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今日通报 气象数据卫星图片显示 袭击美国东北地区的东北风暴已形成炸弹气旋 所谓的炸弹气旋 指的是发生在中高纬度阳面上 强烈且迅速发展的封面爆发性气旋具有很大破坏力 冬季风暴覆盖至少美国东部十个州其中马赛注射州康涅迪格州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等多州出现强风暴雪 不少地区降雪超过三十厘米 当天有超过四千五百架航班取消 纽约费城波士顿等机场起降航班被大面积关停 波士顿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之间的高速火车当天也停运 根据报道风雪已造成马赛注射州超过十万户用户出现断电情况 目前纽约尚未解除风雪警报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澳门西米华案的最新进展 根据来自星岛时报的报道 澳门警司在二零二一年十一月公布有关于涉及犯罪集团扑法经营赌博以及洗黑钱案的案件 表示二零一九年八月接获情报 由布法集团利用澳门经营贵宾厅业务在海外架设赌博平台 招揽中国内地居民进行布法网络赌博 而后在黄巢一商业大厦以及陆环多个住宅单位 拘捕十一人就包括周超华又称西米华 而在本月澳门警司再次发布消息 表明又拘捕两位涉案澳门男子 根据星岛日报引述消息人士说 被拘捕的二人包括德进集团的主席陈荣栋 她是台湾艺人安雨萱的丈夫 另外一位演习犯姓蔡 在三十日会举行特别新闻发布会交代案情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北京冬奥方面的消息 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评论报道 文章介绍二零零八年中国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 让世界感受到中国渴望加入世界的愿望 北京不仅希望炫耀中国丰富的历史和文化 还炫耀其全新的体育场馆顺利举办国际赛事的能力 以及出色的运动员 当届中国赢得了最多的金牌总数 而纽约时报当时报道说 如果说二零零八年的奥运会令人震惊的开幕式 是对中国文明的盛大致敬 并试图激起一个古老民族的自豪感 那么也有一个对不确定的外部世界的信息 不要担心我们并没有恶意 但是南华早报分析 十四年后二零二二年冬奥会留给中国展示其国际形象 恢复其声誉的空间却很小了 对于新疆人权问题的外交抵制 还有之前香港国安法所引起的国际反弹 使得冬奥进一步陷入困境 现在更多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持负面看法 在二零零八年的时候 中国在西藏的人权记录也成为了国际谴责的焦点 当时总统布什成为第一位出席海外奥运会的再任美国总统 促使纽约时报评论说他是加强镇压的同谋 而拜登今年领导了多国外交抵制北京冬奥的行动 纽约时报评论表示 今天对于中国的指责更加严重 与二零零八年不同的是 今天很少有人幻想主办奥运会的特权 会缓和中国的独裁政策 中国当时希望满足世界的要求和条件 而现在世界必须接受中国的条件 在中国内部冬奥成为了强有力的政治象征 这次活动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后的第二年初举行的 由习近平亲自监督运作 来自南华早报的分析评论引述历史专家表示 在当时北京非常努力地向世界传达新中国的信息 而现在北京却不再取悦世界 你想来你就来 如果你不来那随你便 他们想利用这些运动会向世界传达的信息是 世界应该拥抱中国 接受中国作为一个平等的国家 作为地球上一个强大的国家 南华早报分析 现在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恶化 对于奥运的兴趣也有所淡化 而同时即使没有地缘政治的敌对行动 疫情大流行和奥密克戎变体也给奥运蒙上了阴影 另外特别是在有关于彭帅问题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之后 中国奥运的声誉也有所恶化 文章引述分析者指出 现在在二十一世纪举办奥运会并不像原来那样 可以提高主办国的国家形象 但是北京仍然有强烈的动机 利用奥运会产生的软实力 但是要复制中国在二零八年奥运会上享受的荣耀 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分析者指出世界已经改变 而中国也已经改变了 感谢您来到由我李奇Lizzi为您带来的千日华尔街频道 在看过节目之后 如果喜欢请别忘了为节目点赞 也请您在留言区留下您对节目的见解和意见 如果您是频道会员的话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回复您的留言 解答您的疑问 另外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 请记得要订阅频道 并且打开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节目发布的最新信息了 再次感谢您观看今日华尔街频道 我是李奇我们下次再会